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进入第94天 俄军转攻乌东并持续推进 卢干斯克州有超过九成领土被占领 州长盖代在社群媒体上表示 乌军恐怕要从最后一处阵地撤退 以免遭到俄军包围 这代表俄军距离拿下顿巴斯的目标 又更接近了一步 盖代还说俄军企图围困乌军 本来是由乌方掌控的北敦·涅茨克 约九成建筑物被破坏 但他也强调俄军并不会在数日内占领卢干斯克 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者表示 他们现在掌控了铁路枢纽城镇利曼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 将会是本周第二个落入俄军手中的乌东中型城镇 对此乌克兰军方表示 俄军仅是夺下利曼多数地区 不过乌军正在阻挡俄军推进到西南部 距离30分钟车程的斯拉夫·杨斯克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回应 正在以国防资源允许的范围内 尽力保护国土 如果乌克兰总统认为 利曼和德鲁都会被他们的 他们会强调 德鲁都会被乌克兰 因为这就是我们 这是我们的 泽伦斯基也抨击 俄军试图要在开战百日内 全面占领顿巴斯地区 集中火力与资源强攻顿巴斯 为了扭转乌军火力劣势 美国华盛顿邮报掌握消息 拜登政府已经批准派送 长城多管火箭系统给乌克兰 最快在下周就会公布援助方案 根据美国陆军资料 美军多管火箭系统 射程约70公里 纽约时报更进一步报导 美方的援助方案 还包含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射程高达数百公里不等 让乌军的火力投送距离大大提升 目前乌军使用的M777流炮 射程只有30公里左右 对此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 已经保守表示 了解乌克兰对多管火箭系统有需求 强调会滚动式调整援助项目 不过根据知情人士指出 华府担心提供海马斯系统 俄罗斯将认定局势升级 迫使俄军动用大规模杀伤力武器 乌克兰能不能反转乌冬地区 节节败退的战情 会是接下来的关注焦点 以上介绍要入整理报导 明天下期提供